Section 8.4 Bloom Filters Bloom Filter 它是一個 hash function 的一個變化型的一個應用 那主要我們觀察到 hash function 有一個特性 就是兩個 key 就我們前面所講的 它的 hash value 很可能會是一樣 我們說它們是 conflict 是撞在一起 所以當它 hash value 一樣的時候 我們不太能確定這兩個 key 是不是一樣的 但是反過來講 想要它 hash不一樣的話 那我們可以暫締決定的說 這K1一定不等於K2 所以我們可以運用這個特性 來做一個 approximate set membership 的一個 checking 我們可以假設 K1 是我們所關心的一個 set 的一個 member 那我們可以計算它的 hash K2 是一個新的一個資料 我們想檢查這個資料是不是在我們已經有的這個 set 裡面 我們就計算它的 hash 當它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確定它不在裡面 那它一樣的時候 它有可能在裡面 那這個叫做 false positive 那我們假如說多做幾個 hash的話 我們就可以避免這個 false positive 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想要妥善選擇 number of hash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還算相當精確的一個 這種 membership 的 checking 這就是 Bloom Filter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應用 它這個用在很多的一個地方 譬如說我們可以用這個來檢查 名片上的名單是不是已經在我的通訊錄裡面 比較正式的來說就是說 我們給定一個 set 它有 S1 到 Sn 一個 member 那它這是一個 universe 的一個 subset 之後它是等於 1 的話 那跟前面一樣的 它是一個 false positive 就是 X 是不是真的在 S 裡面 我們不知道 那可是當它等於 0 的時候 那我們會常確定 它不在這個 set 裡面 那這個做法可以讓我們用很少的一個 memory space 來做這個 checking 的一個動作 它可以保持相當高的一個準確率 Boom Filter 的做法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是我們用一個 n bit 的 array 假設是 a of n 一開始我們把它每一個 bit 都設為 0 然後我們選 k 個 independent random hash function 假設是 h1到 hk 他們所 map 出來的值是 0 到 n-1 之間 到時候我們會用這個當作一個 index 來 map 到這個 array 的相關的位置 所以 random 我們的意思 我們希望它 map 出來的值是 蠻均勻的分布在這個範圍之內 然後我們對我們所關心的這個 set 的 capital S 裡面的所有的 animate 小 S 我們就用這個 hash function h1到 hk 都把它 map 過一次 然後它會 map 到這個 array 的一個相對應的位置 我們就把那個位置上的值設為 1 所以我們累積下來 我們這個 array 它慢慢會有些值會被設為 1 那到時候我們就用這個來做 checking 當我們有一個新的 animate x 我們希望檢查一下 它是不是在我這個 set 的 capital S 裡面 那我們就做這個計算 我們一樣把這個 x element 我們也經過這個 hash function 來 map 到我這個 array 上面去 我們就看這個 array 相對應的位置 它的值是 0 還是 1 然後我們把它 end 起來 只要其中有任何一個是 0 的話 表示它所 end 的出來值會是 0 那我們就可以確定這個 x 不在這個 set 裡面 假如它等於 1 的話 然後它有可能在裡面 假如這個出錯的機率非常低的話 我們就可以假設 x 就在這個 set 裡面 那這樣的計算就會非常快速 我們就不用像以前一樣要做 search 才能夠確定這個 element 是不是在裡面 所以基本上 Bloom filter 它在設計有以下的一個考慮 第一個是它這個 filter 的 size 就是這個 n 它到底要選多少 那通常我們儘量 越大越好 就是看我們的 memory 能夠提供多大的一個 n 那這樣我們可以減少 false positive 的一個機會 我們後面也會做一個計算 那再來是這個 hash function 它的 k 然後 k 是太少的話 那它一個機率就是它會撞在一起的機率會蠻高的 然後 k 太大的話 我們就很容易把我這個 filter 很快就填滿 所以它有一個 optimum 的一個值 再來這些 hash function 它基本上應該相對是 independent 的 那不然它就會重複 想要重複的話 它的功能就不是那麼有效 我們現在用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解說 Bloom filter 怎麼做 我們這裡選的這個 example 它是 n 等於 11 也就是知道這個 array 上面有 11 個位置 11個bit 那 k 等於 2 所以我們選兩個 hash function 那我們這裡選的是很簡單的 就隨意選的 照講要選那些 hash function 它能產生是一個比較能夠均勻分布在這 11 個bit 上面的 不過我們只是為了解說的目的 所以用一個比較簡單容易計算的 hash function 我們現在想做的是我們假設我這個班上有三個學生 我是實際從我們現在上課的班級裡面抽出三個學生 那算出它的 hash的一個結果 那等一下我們想檢查這兩個黃色的這個學生是不是在我這個班上 那我們先來看這邊 我們算出來的這個 hash function 的值 它是 7 所以我們在 bit 7 這邊就給它設為 1 然後 5 我們就在 bit 5 這邊設為 1 那這裡算的是 3 跟 8 所以我們在 3 跟 8 各設為 1 這邊是 0 跟 2 我們就在 0 跟 2 這邊就各設為 1 所以這裡就是我這個 class 它的一個 signature 那我們現在要檢查這個學生是不是在我這個 class 裡面 那我就也一樣用這個兩個 hash function 我算出來是 8 跟 7 那 8 跟 7 它剛好都是 1 所以它就是 1 的結果 所以它這是 false positive 因為事實上這個並沒有在我這個 class 裡面 所以有時候會發生這些狀況 所以 8 跟 7 剛好跟這個重複 那另外一個學生 我們現在算出來的是 1 跟 4 那 1 跟 4 剛好都是 0 所以它這樣的話 它就我們確定這個一定不在我們這個 class 裡面 所以我們 Bloom Filter 可以做這個很快的一個 checking 我們不用一個一個去比較 來確定這個學生是不是在裡面 那雖然其中有一些可能會有一個 false positive 的狀況 不過通常這個比例是非常小的 所以我們希望借這個例子讓大家了解怎麼樣使用 Bloom Filter 我們現在來計算一下這 false positive 它的機率是多少 然後我們假設這個 hash function 它是一個很 random 的 hash function 意思說它所 hash出來的值 基本上是均勻分配在這個 A Array 上面 那我們現在想計算在一個特定的一個 Array 上面的 bit 它保持是 0 的機率 當我把這個 set 上面的 element 我都 map 過以後還是 0 的機率 那它的機率就等於 P 等於 E 減掉 E 除以 N E 除以 N 的意思 就是它是會被射存 E 的一個機率 因為它是均勻分布 所以我 hash過後 它會均勻放在這個 Array 上面 所以 E 除以 N 那 E 減掉這個值 就是它會是 0 的一個機率 那因為我們做有 K 個 hash 的機會 還有 M 個 element 所以總共會做這麼多次的一個 hash 所以它的機率是 K 乘上 M 那因為當 E 除以 N 是很小的時候 那基本上它是差不多是等於這個值 那這個是怎麼來的 我們回想我們在微積溫的時候 有交過泰勒展開式 所以 E 的 minus X 經過泰勒展開式 基本上會等於是這個值 當 X 是很小的時候 基本上後面就會更小 所以我們把它忽略掉 我們只會剩下這個值 所以它差不多是 E 減 X 所以我們這個在 K 的這個次方次的話 基本上就等於這個 那我們這裡 X 你把它想像 它是 E 除以 N 很小的一個值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這個結果 現在我們要討論怎麼樣計算出最佳值 N 跟 K 那 N 我們提醒一下 它是我們到時候要 map 那個 A array 的大小 那 K 是 the number of hash function 我們根據前面來講 我們講要 那我們要算出 False positive 它的機率 意思就是說 它每一個 hash出來的 bit 都要是 E 所以我們前面 P 它是那個 bit 是 0 的一個機率 所以 E 減掉 P 就是那個 bit 是等於 E 的機率 那 K 就是我們 K 一個 hash function 每一個 hash出來的那個 bit 的機率 所以我們這樣就得出 它的 false positive 就每一個 bit 都是 E 那我們把前面這個 P 它的值把它帶進來 我們就得到這個方程式 我們現在要去 minimize F 這個機率 就 false positive 的機率是要最小的 根據我們在微積分的做法 我們要算出它的微分等於 0 不過因為它這個方程式比較複雜一點 它有 K 次方 所以我們有一個替代的做法 我們就先把它取 link link 就是以 E 為底的那個 log function 所以 link 它的話 那我們就得到 K 在乘上 link 這個 function 所以我們可以替代的 我們來算出 G 對 K 微分 它要等於 0 那 G 對 K 微分 我們把這個方程式帶進來 我們會得到這個結果 那因為它要等於 0 讓解出來有點麻煩 不相信我 說出來的話 那 K 會等於這個值 一個很簡單的這個值 它是 link 2 乘上 N 除以 M 那我們把這個值再帶回到這裡來 我們就得到 F 的值 所以 F 就得到 1 2 這裡我提醒一下 那意思就是說我這 P 算出來 它剛好就 1 2 那 K 是等於這個值 所以我們把這個值帶進來 那等於 1 2 的這個次方 再這個次方 1 2 的 link 2 次方 算出來是 0.6185 點點點 還有一些值 所以它等於這個 那我們從這個值可以看到 我這 Force Positive 它是根據這個 Ratio 那 N 除以 M 這個 Ratio 這個 Ratio 是什麼意思呢 它是 the number of bits per item 就是我這個 Set 裡面 有幾個這個 Set 的 Item Element 那我用多少個 Bit 來做這個計算 那我越大的話 這個值越大的話 False Positive 的機率就越小 所以我們就很簡單得到 可以計算 Optima K 的值 一旦我知道這個 Set 大小值多少 那我們就可以決定 我這個 N 要多大 我才能保持我這 Force Positive 在怎麼樣的範圍之內 我們現在給 Bloom Filter 做一個結論 所以 Bloom Filter 它其實是 就像 Htable 一樣 它只是用一個 Bit 來記錄它 這個 H出來的一個結果 想說 K 等於 1 的話 它等於我們是用這個 H function 來做它的 Fingerprint 想說我讓這個 Array 這個 Htable 的 Size 它等於 CM 那 C 是一個不是很大的值 譬如說 C 等於 8 那這個 M 是我要關心的這個 Set 裡面 Number Element 那我們計算出來 那 K 就 5 或 6 就是我們用 5 或 6 個 H function 這樣我們可以保持它 Force Positive 機率 是差不多在 2% 左右 那這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一個值 有趣的是 當 K 是 Optimum 的時候 我們發現 P 它是等於 1 2 意思就是說 它每一個 Bit 是 0 或 1 的機率 是大概相同的 那意思就是說我們所產生的這 Bloom Filter 它很像是一個 Random Bit Stream 所以 Bloom Filter 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設計 是 H function 的有趣的應用 那事實上 H function 也應用在我們最近流行的這比特幣 課本講的 Bloom Filter 是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作者把它自己論文的一個應用方式把它弄進去 假如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仔細讀我們教科書上面的那個應用 我相信會有很多的學習 會用一個融洞 為一個新的一般 我們再次一般 就可以了